至於有網友提到呢 說生命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 我想說那個是我的生命 而且那天是愚人節 最重要我沒有拿別人的死亡來開玩笑就OK了 如果愚人節不玩 那不然等到中秋節還是端午節 還是三八婦女節才來玩是不是 王明至親會有愚人節假死內幕回嗆網友 不然要三八婦女節才玩 大麻創作鬼才王明至的性格 當我離開以後自己以往生者身份出演 而他在四月一號愚人節在社群曾發過假死訊 還舉辦盛大的告別式讓不少人心以為真 引起媒體軒然大波 網友們同時也爭論不休 那是因為我們整個活動的目的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做生情規劃 那有一天你不小心Cock到頭 或者被阿魯爸死掉呢 那你的喪禮就是由別人來幫你辦 我只是想表達這是我自己的決定 很多事情是沒有人可以幫你決定的 只有你自己 第二件事我要先講明的呢 就是我們有始至終沒有給過任何媒體新聞稿 也沒有回應過媒體任何問題 愚人節當天你們看到的一大堆新聞 全部都是外面在亂傳 然後被媒體亂爆出來的 大家看看這幾天 中文媒體的新聞你就知道了 很明顯完全就是在帶風向 另外 還有一點 我們也寫明了 謝絕拍攝和採訪 就是擔心記者會進來亂拍 會在那邊吵影響到別人 你們要知道 這些人亂爆我的新聞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現在連林北在亞馬遜被兩隻老虎咬死 送新聞都可以登出來 根本沒有去查證過 所以我們最後才會決定 同一時間揭曉 就是為了避免這種問題 至於我網友提到呢 說生命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 我想說那個是我的生命 而且那天是愚人節 最重要我沒有拿別人的死亡來開玩笑就OK了 過去幾年的愚人節呢 我們也是開過其他的玩笑 甚至今年啊 我也有看到很多網紅和藝人都有在玩 相信大家在愚人節也有玩過各種騙人的遊戲 不要假假 OK 如果愚人節不玩 不然等到中秋節還是端午節 還是三八婦女節才來玩是不是 還有那些批評所欺騙粉絲的 這個東西呢 你們可以去問那些有出席的人 他們來到現場我們都很尊重 有人帶位 有人招待 也特別交代 不要送花圈 不要給白金 每個出席的人呢 都有送他們一份小禮物給他們帶回家 冷氣也是開冷冷 給大家在那邊管理 我的親戚朋友 甚至我的父母 全部都是事先通知安排好的 但老實講呢 這整件事情 我不得不承認 我們是有失算的 失算的部分是因為 我們一直認為 4月1號是愚人節 大家一定有common sense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東西 尤其那些真正的粉絲 一定會知道 本來消消就過了的 當天我們發布消息的時候 下面大部分的留言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由於後來媒體一直在那邊 part 1 part 2 part 21的報導 所以整個事情才搞得很大 我的個人想法是 我認為這些記者 真的要的不是什麼執行圈 也沒有他們講的那麼偉大 那麼清高 他要的呢 就是搶獨家 用破別人的抗陶來賺流量 就是這樣罷了 還有我想問啊 請問如果我真的死掉 對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死掉明天股市會掉嗎 馬幣會掉嗎 沙拉瓦會獨立嗎 劉特佐會變獸跑回來自首嗎 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面對生命 也勇敢的面對死亡 身為創作者的任務 就是要創新求變 要突破 不能沒守成規 要夠大膽 因為這是我的職業